9,987 9,988 9,989 口气疼 老子好不容易穿越过来 开局就让我坐一万个服务车 累死你爹了 夫神 觉醒仪式已经开始了 马上轮到我们了 快点走啊 等等 我坐完这里个佛伤 肯定走 觉醒仪式可是我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不能耽误 你还有心思做佛伤 我拿个衣服 到现在为止 好像还没有人觉醒超强的战斗职业 法师龙骑士这些超强职业 哪是那么容易觉醒的 不过狂战士刺客这种稀有职业 已经让人觉醒了 好紧张啊 只要不是生活职业 就算补助我也认了 我是来看慕容世界的 听说慕容留恋也会来 慕容世界可是我们第二等武科学院 走出的绝世天才啊 如果能要个签名就好了 还好 不是太晚 马上就轮到我们了 我叫苏晨 在七天前地兴了一次大地震中 莫名其妙就穿到了这个全民觉醒的世界 在这里 所有人在十八岁的时候 都会参加觉醒仪式 觉醒一种职业 职业有成千上万种 大地可以分为战斗职业 补助职业 生活类职业 赵露觉醒职业法师 天哪 是法爷 竟然有人觉醒了法爷 是三年二班的赵露 赵露平常看着很一般 但一转眼就成女神了 苏晨 如果我没记错 这赵露是你刚追到的女朋友吧 应该 是吧 记忆中 原神追求了赵露有一两年的时间 直到最近开启超能力 给赵露买了一套护甲 赵露才口头答应成为了女朋友 赵露女神 让我沾沾欧气 赵露晚上有空吃饭吗 我在太阳楼订了觉醒庆功宴 赵露女神 加个联系方式吧 以后一起组队 我 赵露 从今日起 奉武九天 赵露 恭喜你 张蕾 你来得正好 我们分手吧 啊 我叫苏晨 苏晨是吧 你等我看下名单 一样的一样的 你也分 我也分 你特马来在这儿裁员呢 哈哈哈哈 裁员还能拿到补偿 但像你这样的天狗 演到最后 只能是一无所有 露露 我刚才测试觉醒的快枪手 虽然比不上你的战斗职业法师 但也是强战斗职业之一 晚上一起庆祝一下吧 啊 林霄哥 我喜欢九福盛名的海鲜盛宴 好说 今日 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 我也摘给你 小子 我缺个端茶倒水跑腿的 你要不要来伺候我们 你们别太过分 祖臣还没参加测试 你们这么侮辱他 会后悔的 别做梦了 整个第二中等武科学院 觉醒的战斗职业 都没有两成 觉醒的还大多都是像我李灵霄这种 一出生就进行各种灵补的贵族子弟 你们平民 除了赵露这样的绝世天骄 觉醒的不都是垃圾职业吗 叫一个 苏晨 终于轮到火了 李灵霄是吧 等会儿让你跪下叫爸爸 你 不知所谓的东西 我堂堂穿越这 觉得会觉醒至高职业 打脸所有人 丁 检测开始 来吧 我已经做好接受万众瞩目的准备了 苏晨 觉醒职业 这是什么情况 笑死我了 不会这么垃圾吧 连职业都觉醒不了 觉醒职业无 这种事情发生过吗 还没有听说过谁觉醒不了职业 再差也能觉醒一个垃圾职业啊 这家伙难道全球第一费 不会吧 好得给个战斗职业 尊重一下穿越者啊 小子 赶紧滚下来吧 别在上面丢人陷阎了 怎么了 天空中怎么突然乌云密布 倒是觉醒职业带来的异象 我就知道不会这么结束的 如此异象 必定在觉醒无比强大的职业 一个剑灭 能觉醒出产生异象的超强职业 刚开除 难道又要反聘回来 李灵霄 你可以提前叫爹了 神圣 啊 神圣 是魔物 这是魔物的信息 这根本不是觉醒异象 而是魔物入侵啊 急急急 魔龙入侵 神圣 怪我之生究竟躲避 地级以上强者 有事实上来了 这是穿越远给我的待遇吗 杀了 这魔龙至少达到了地级 根本不是地级强者能对付的 慕容师姐呢 他怎么还没来 现在只有慕容师姐 可以牵挤住这头魔龙 都城 快跑啊 俏梁小丑 死了活该 路晨 快跑啊 我跑 我跑得了吗 你先等等 等等等等 没办法了 现在只能完成系统任务 才有一线生计 快看 骚承在干嘛 都什么时候了 他还做俯卧撑 他会不会是在给魔龙表演节目 这小子就是被吓傻了 9999 五万 叮咚 恭喜宿主达成成就 一万个佛称 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加一 恭喜宿主获得 蓄力一拳 蓄力一拳 厉害吗 蓄力一拳的威力 取决于宿主蓄力时间的长短 以及宿主怒气质的大小 为了直观体现蓄力一拳的威力 宿主可以免费添一次 蓄力十年的威力 不好 冲手 愿我停下 是 蓄力一拳 停 不好 冲手 愿我停下 是 蓄力一拳 蓄力一拳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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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龙死了 快看 是慕容留恋 不愿 不愿是 不愿是 木龙十姐 既然只是一击就把 朦龙干碎了 女神 女神 嗯 刚才那一击有问题 哇 太强了 这蓄力一拳超强啊 系统 我爱你 尽情发布任务 你别猜测我吧 不愿是我们第二中等武科学院的传奇毕业生慕容留恋 一击斩杀 一击斩杀B级妖狩 恐怖如四 我 赵璐 规划中的未来 会超越慕容留恋 我那一剑 应该不足以斩杀B级魔龙 难道是她 慕容小姐 我是新任校长安怀志 我仅代表第二中等武科学院 感谢你这次出手 帮助学院度过危机 大家对慕容小姐的到来无比期盼 好不容易回母校一次 请慕容小姐给大家讲几句吧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赶紧下去呀 等等 系统发布任务 请达成成就 对慕容留恋大声喊出一百次 我爱你 系统 你是真的吗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 我爱你 你在说什么胡话 同学 我是想问 刚才魔龙最后一击 你是否出手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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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我爱你 苏辰身为癞蛤蟆而不自知 还想吃天鹅肉 可笑至极 李灵霄 我现在缺少法师修炼所需要的技能书 你能给我几本 呃 洛洛 这么直接嘛 我们好像还没确定关系 你直接说几本 我李家应该珍藏了五本 不过要给你 还需要经过我父亲同意 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男朋友了 这是你的上岗症 呃 好的 苏辰 你也不照照镜子 一个连职业都觉醒不了的超级废惨 也配表白慕容师姐 走了 别理这家伙 估计学醒失恋 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一百次我爱你这个成就 比做佛冲还简单 动动嘴皮子的事情 必须要打成 大叔 有事啊 老子才十八岁 你他妈管谁叫大叔呢 李雷大哥 他就是故意 今天拿不出一千块钱保护费 干废止小子 我记起来 这个看上去四十岁的少年李雷 在学院里也算是一号恶霸 经常找园主收保护费 说起来园主身世也是可怜 从小失去父母 跟着叔叔审时生活 家里除了叔叔瞒着婶婶 偷偷关心他一下 就没什么人重视他了 在学校里被欺负 也只是忍其吞声 大钱 不然老子今天把你脑袋 塞进屁股里 现在 我既然身为伟大的穿越者 怎么可能被别人欺负 原主受得尽 就让你们都还回来 我去 蓄力全是蓄力时间太短了吗 威力这么小 真是让我吃惊 你这个弱鸡竟然敢还手了 哼 这傻小子不知道李哥觉醒了坦克战士 这一拳 对李哥来说可挠痒痒差不多 弱鸡 什么职业都没觉醒 李哥站着让他打 也打不出任何伤害 一万块 打不出 我垂死你 给我点时间 我去抽钱 给你半天 晚饭之前去宿舍找你 半天时间应该足够了 抓紧时间去完成任务 慕容留恋可不会在学院停留太长时间 慕容小姐 自从你考入下国最好的高等学府 天府学院就是我们第二中等学院 永远的传奇和荣光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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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臣 你没完了是吧 我爱你 慕容小姐 你别在意 我曾经这次没能觉醒进任何职业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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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醒任何职业 我爱你 难道击败魔龙那一招和他无关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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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去 你干什么 飞得越来越高了 不会是要把苏臣扔下来吧 我们似乎忘了一件事 慕容留恋以前的天府学院 是令无数天赋弟子恐惧的存在 没有一个人敢惹他 甚至被称为大魔王 苏臣完了 这 这也太高了 你想干嘛 你不是爱我吗 你能再落地之后 我之前说出五十句我爱你 我就相信你 这玩笑开大了 咱们还是下去吧 没和你开玩笑 说不出五十句 你自由落体 我女人 你就是个疯子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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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了 太狠了 我敢 赶紧救人哪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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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救我 做你命大 我相信你了 你是魔鬼吗 确实不少人这么称呼我 安相长 就此别过 此次必及魔龙入侵 非同小课 我要回去报告老师 慕容小姐 等等 嗯 你知道的 我们第二学院最辉煌的时刻 就是你获得全省状元的时候 之后一直走下坡路 别说赶上第一学院 就是第三学院都已经超越我们了 请慕容小姐 啊 这是天府学院的入院卡 先生试炼的第一名 我带他获取一门无职业要求的技能 无职业要求的技能 也就说任何职业都能学的技能 这可是天教的专属啊 职业技能只有升入高等学院 才会通过特殊渠道获取 慕容小姐大气啊 这样的话 我第二学院在高考的时候 必定能取得更好的名次 慕容留恋这娘们太狠了 那可是万米高挂 说扔就扔 还好老子口活好 极限输出五十句歪 不过终究还差三句才够一百句 可惜慕容留恋不给我机会 已经离开了 李哥 那小子回宿舍了 走 过去 老陈 一万块钱凑齐了没有 嘿嘿嘿 这 这 怎么可能 这种力量怎么可能是无职业者 测试完毕 蓄力一全不叠加我怒气值的情况下 五个小时足够干费一个刚觉醒的战斗职 大哥 我错了 就你叫李雷啊 是 是大哥 求原谅哪 认识韩妹妹吗 啊 不认识呀 不认识你起这个名字干嘛 不是 这名字是我奶起的呀 去找 什么时候找到韩妹妹 我就原谅你 大哥放心 我一定找到韩妹妹 同学们 昨日你们都觉醒了属于自己的职业 今日就要开始人生中第一次试炼 此次试炼的成果直接影响你们的一个月后的高考成绩 希望大家努力战斗 职业等级力品冲上一星 随随试炼第一第二第三学院一同进行 尽量不要和其他学院起冲突影响试炼 话不多说 大家三到五人自由组队即可出发 这次一定要冲击一星骑士 我高考的目标是第一梯队的高等学院 这次学院第一名可以获得慕容师姐赠予的一门无职业要求技能 这才是真正的大机缘 我的目标是二星战士 获得第一名 一次试炼就达到二星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群王八蛋 就是没人要我是吧 祖臣 子龙 你也没人要吗 不是 我不想和别人组队 祖臣 你聊啥呢 赶紧组队 哈哈哈 安校长 不是他不想组队是没人要他 谁会愿意和一个五职业组队 不但发挥不了作用 他会成为拖后腿的 就是 苏臣千万不要和我组队 我才不要拖油品 带着他 别说冲击一星 就是能活命就不错了 要我说 五职业还参加什么试炼 直接退出算了 直升机 有人跳下来了 安校长 我没来晚吧 时间正好 大家安静一下 这位是从第一学院转来的天交 以后就加入我们第二学院了 此次和大家一起参加试炼 让新同学介绍一下自己 我来自第一学院 我未必会是第一学院最有天赋的 我未必会是第一学院最帅的 我未必会是最优秀的 我未必会是最幽默的 所以来到第二学院 我未必会比你们所有人强 我未必会能拿到第一名 我未必会一定获得慕容师姐的无职业技能 哇 不愧是第一学院来的天交 真的又帅又谦虚 太令人感动了 我不再害怕第一学院的那群变态了 同学 你太谦卑了 自信点 说的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谢谢你这么贬低自己 给我信心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未必会 我为慕容留恋而来 这第一名 我拿定了 原来在装逼呢 你大爷的 还我美滋滋的听了半天 未必会 你和苏晨一对吧 苏晨是无职业者 有你带着他 苏晨也能安全些 不至于丢掉性命 听说这次试炼 是新出现的空间结点 确实是新出现的一星试炼场 正好适合我们这些新手 快进去吧 这次三校同时试炼 我怕里面的怪不过分 那是你想多了 就算是一星副本 里面的怪也不是我们能随便对付的 人都走光了 未必会怎么还不来 说好和我们组队呢 唉 子龙 你觉醒的什么职业 为什么你不愿意和别人组队 这 战士 战士 不错呀 最主流的战斗职业 嗯 是 是美少女战士 嗯 嗯 变身一下让我看看 行吧 哼 唉 啊 去 子龙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嘿 呃 呃 我交定了 啊 未必会 你没看见我们吗 我俩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等我干什么 安校长让我们和你组队 我从不和若姬组队 我更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 这 这小子说话不是装逼就是呛人 我知道 李家苏晨 就是你甜不知识的当众对慕容留恋说我爱你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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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慕容留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是我奋斗的目标和追求的方向 她就是我心中的图腾女神 我就算手里有慕容留恋的联系方式 到现在为止都不敢和她说一句话 你也配说爱她 给我滚远点 这次试炼第一我拿定了 谁也无法阻止我追随慕容学姐的脚步 族哥 你们怎么就两个人 唉 别问了老薛 扎铁 没人和我们组队 那他们真是瞎了眼了 族哥 我们一起组队吧 啊 李雷 苏晨可是无知业者 那又如何 苏哥有实力 你听不明白我的话吗 她只会连累我们 我不想她加入 不会 我保证苏晨加入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我不想废话 二选一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那你滚吧 啊 李雷 你说什么 我可是你女朋友 你为了一个废物 不要我 滚 别人只会影响我出拳的速度 哼 李雷 你个王八蛋 我去找更强的队伍组队 你别后悔 哦 李雷 西哥妈真男人啊 苏哥 到了里面全靠你照了 小石一桩 进去吧 这里就是试炼场吗 和外面的感觉确实不一样 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能量波动 这里的怪都被别人清光了 我们朝里走走吧 诶 那里有妖兽 好像是教科书上提到的蜘蛛妖 是啊 草原上有两头 其中一头是蜘蛛妖 另一头也是蜘蛛妖 呃 念到啥呢 上啊 说你呢 上啊 呃 我不上 大哥 你上 啥个最低级的猪妖 还要我亲自出手 你俩上 反正我不上 我不能上 你一个战士不上谁上 赶紧呢 我上容易出事儿 少废话 呃 行吧 呃 这李雷不愧是校园恶霸 实力可以啊 呃 什么声音 啥情况 呃 怎么会 铺天盖地这么多的蜘蛛妖 苏科 我虽然是坦克战士 但是有隐藏属性 洗妖体质 啊 洗妖体质 就是我出手对付某种妖兽 就会吸引附近 所有这种类的妖兽攻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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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眼的不早说 不保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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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升级速度 苏晨 师父要越来越多了 我们这样跑下去不是办法 走 去那边 就在这儿吧 彻底解决这群妖兽 苏晨 别冲动 妖兽太多了 我们退后 尽力一全 呃 呃 呃 从排名上看 我第一学院力压群雄 几分榜上击杀妖兽最多的 大部分都是第一学院的学院 我第三学院天才萧虎虎 还在第二名 也为我第三学院争光了 安校长 你怎么不说话 说什么 我第二学院也不差呀 第四名就是第二学院的学员 呵呵 安校长 你说这话不嫌脸红 以为我不知道排名第四的未必会 是从第一学院传到你们第二学院的 看来第二学院确实没有人才吧 竟然从我们第一学院挖人呢 你们也挖呀 我又没禁止你们从第二学院挖人 你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第二学院有人才吗 我们能挖谁 没有了未必会 第二学院还不是被我们第三学院碾压 今年的资源分配 我们第三学院必须高过第二学院 哼 你着急什么 试炼还没完呢 定局基本已定 随着击杀妖兽越来越多 学员自身的实力也会越来越强 学员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这种试炼 一般天才会从头到尾一直领先 保持优势 不会出什么意外 第一名苏晨 第二学院九十八分 苏晨是谁 怎么没听说过 他竟然直接飙升到九十八分 这是上了多少要手 什么情况 苏晨这个无职业者怎么跑到第一了 黄霖 让你再往面前装 现在我第二学院排名第一 你服不服 出错了 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不管哪里出问题 先怼手了再说 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子 突然提到第一 还领先第二那么多 这不可能 这里的一切都是中央智脑自动运行 众所周知 智脑绝对不会出错 来人 去查 看看哪里出了纰漏 你尽管去查 第二学院就是第一 气死你 哈哈哈哈 哦 这 这只是一拳 所有的赤竹羊都被裱杀了 啊 我这是 一星 祖臣正在突破 成为了一星职业者 一星职业者 是因为我本身无职业吗 没感觉有什么变化呀 找死 哼 我俩的实力都超过一星 在这试炼场里 我们无敌 这些妖兽一星都不到 不用理他们 反正是 确定是这里吗 就是这里 此地虽然是新出现的空间节点 但这里并不是全新的 而且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人进入光 我们想找的东西便在这里 抓紧激活吧 中情怎么这么大 而且我感觉周围变了 那几个妖兽实力也变强了很多 有些不对劲 打不开 二星的实力 这些妖兽等级 怎么会瞬间从一星提升到二星 只有一种可能 我们激活这里 导致这处空间节点 从一星试炼场 变成二星试炼场 这下麻烦了 从没想过参加试炼能这么悠闲 走了半天连个怪都看不到 这一代的赤猪妖 估摸都被苏哥一波清零完了 想要找到其他怪 只能继续往试炼场伸出走 这是一星妖兽包头机 比赤猪妖厉害很多 要小心 半个小讯了 终于让我们找到怪了 这试炼场真奇怪 最弱的赤猪妖 居然一直都没见着 包头机属于若一星怪 我们三个狐狸全开能对付 喂 张月月 包头机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们 厉雷 你是有些实力 那你带着苏晨这个脱油瓶 我就算让给你们 你们有实力杀死这三头一星妖兽 苏哥 他看不起你 上 我不上 上个屁呀 叙利权现在还伪着 可现在就是个普通人哪 子龙 你上 不能让女人看不起 呃呃呃呃 我也不上 那我上 你 天下 我更不能上 你上如意出大事 双模作家 一哥哥的全是废物 第三学院黄兽清场 闲杂人等退必三社 这黄侃我听说过 在第三学院排名前三 而且还是第三学院校长黄林的亲儿子 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种排场 你们第二学院听好了 黄兽保场 这里的妖兽我们预定了 保场 预定 妈的 这傻雀以为这里是夜场啊 黄哥哥 不认识我了 哈哈哈哈 原来是月圆妹妹 可爱的女学院除外 其他人都给我找 黄哥哥 让他们留下吧 也好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强队 也好 等结束了 月圆妹妹去我新买的别墅耍耍 我家的猫会后空饭 这三人竟然都是装甲战士 这体型巷战士吗 这贪娘的明明是坦克 李雷看到了吗 舍弃我收留苏辰 是你人生最大的错误 你就等着在这次试炼中垫底吧 我叫黄卡 谈卡而谈的卡 我是一名剑客 接下来 我要装逼了 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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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掉那只猫头鸡 啊 怎麼了 这是啥呀 啊 啊 这是 二星妖兽巨齿怪 怎么回事 一星怪怎么瞬间变成了二星怪 二星巨齿怪 是到底怎么回事 皇上 别管怎么回事了 快跑 二星怪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对对对 赶紧跑 嗯 黄哥哥 救我 带我走 我受伤了 你走开 啊 黄哥哥 我现在走不动 不要丢下我 你说了要带我去你家看猫 滚开 老子现在顾不上你 不要 谁来帮帮我 快跑 啊 啊 皇上 这里有两只啊 不慌 我爹给了我保命手段 小子 送你们一件东西 啊 什么玩意儿 苏蝉 赶紧扔掉 这是吸怪神器 可以短暂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啊 哈哈哈哈 本公子先好 巨齿怪不要了 让给你们了 王发蛋 你敢赢我 我记住你了 哈哈 你都要死了 粉公子害怕你记住 啊 啊 死定了 怎么办 我不想死啊 我想活下去 谁能救救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吵死了 没看到我们还在这里吗 你们 你们三个废物有什么用 啊 完了 苏蝉也不是巨齿怪的对手 只能拼死一阵了 你绝对不能出手 啊 这次 换我来 哎 呃 这 这是啥呀 哎 哎 苏蝉你们先走 我拦住巨齿怪 好好好 你坚持住 我们这就走 苏蝉 李雷 快来扶我 我们三个赶紧逃 啊 苏蝉 没听见我说话吗 趁有人替我们挡着 赶紧跑啊 嗯 要走你走 我不走 你个无职业者 到了现在你还装什么情告 不走等死吗 我怎么这么倒霉 遇到你们这些垃圾 啊 你他妈烦不烦 你他妈烦不烦 你敢打我 李雷 这个废物敢打我 你要这么看见吗 吃你大爷的 我也早就想打你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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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力一拳 闪伤我的怒气 不愧是我哥 一拳秒二星 刚获得蓄力一拳的时候 系统提示说 蓄力一拳的威力取决于宿主蓄力时间的长短 以及宿主怒气值的大小 现在通过怒气值施展蓄力一拳 验证成功了 这不可能 索辰不可能有这种实力 一定是刚才我们把锯齿怪中伤 让它剪漏了 完了 更多的锯齿怪被吸引过来了 这下就算有人挡着也跑不了了 现在的问题是 随着我那一拳打出 我的怒气消散大半了 你现在需要让我重新充满怒气 你 方砍 我许你祖宗 不行 方砍这小卡拉米 无法为我提供足够的怒气 苏辰 不可 大刀箱 狗子们的逃无伤 看 去 南京大屠杀 近抗之躯 暗星出关 崖山之战 魂中华不去 不乱华 鸦片战争火烧圆明远 只是刻在老子肌里的愤怒 一点就炸 好 好好好好 煞疯了 煞疯了 杀疯了 我有一拳 可凭我余生恨 你中华 绝其而度数 结束了 可是好气啊 一个无职业者杀了一群二性怪 这 这是神迹吗 苏格刚才念的是什么咒语 怎么一出口就这么强 难道他真正的职业是法师 我看不懂 但大受震撼 李双岩已经追赏苏晨 排名第一了 天骄不会被埋没的 安怀志 怎么不说话了 你们学院的苏晨 可是掉落到第三名了 第三名怎么了 第三名也很优秀 我呸 还安慰自己 那苏晨这么长时间了 积分就没有动过 说明他就是个 走了什么狗识院的家伙 如今其他天骄 都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用不了多久 那苏晨就会掉落出前十名 什么 第一名苏晨 208分 怎么回事 苏晨怎么又突然跳到了第一名 而且又是远远地 甩开了第二名 哈哈哈 这太离谱了 黄莲 连打得啪啪响吗 李院长 绝对有问题 不是这小子有问题 就是试炼出问题了 别废话了 插不出问题 尴尬不 啊 机器警报 试炼出现变故了 哦 哈哈哈哈 果然如我所料 试炼出问题了 按怀志 咱俩谁尴尬 苏晨案第一名 肯定不作数 三位院长 出大事了 就在刚刚 学员们所在的空间节点突变 由一星试炼场 变成了二星试炼场 什么 什么原因 找到了吗 暂时没有查到原因 变成二星试炼场后 里面所有的一星怪都变成了二星怪 极度危险 这下麻烦了 二星怪根本不是那些 还没有到一星的学员能对抗的 就算李霜研制住天骄 也只能勉强自保 现在试炼场能进去吗 进不去 虽然一星试炼场突变成二星 但进入的条件未变 还是只能低于一星的职业者进入 这下麻烦了 这里的老师等级都高于一星 根本进不去啊 二星怪恐怕会在里面大开杀戒 未必 怎么就未必了 昂怀志 你们第二学院最弱 到时候死的最多的可是你们学院呢 刚才俗臣的排名突然窜身 这说明什么 说明俗臣杀了二星怪 只有杀二星怪 才会突然获得大量积分 排名飙升 这 不可能吧 第二学院能出这种妖孽学院 听起来确实非一所思 但这是最有可能的解释了 打我干什么 就你一直看不起我们第二学院 脸给你打疼 顺便怕你尴尬 给你个鞋子钻进去 试炼场肯定发生变故了 不然不可能出现二星怪 我们需要尽快出去 出去的传送门在秘境终点 还有一段路程 哥哥 带我一起走 叫爸爸也不 爸爸 爸爸 请收下我崇拜的眼神吧 我去 这么什么了吗 现在怎么办 青铜巨门打不开 还被二星怪包围了 这处试炼场 本来只能为到一星的职业者进入 罗哨耗费资源 通过特殊道具 让我们两个一星职业者进入这里 现在一星试炼场 会变成二星试炼场 难道和罗哨要拿的东西有关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关键是怎么出去 出不去了 传送出口就在青铜门里面 不管怎样 都需要先打开这道青铜门 那岂不是出不去了 场地变二星 青铜门就需要二星职业者 才能打开 现在哪来的二星职业者呀 这处空间节点的试炼场 一边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有学院的老师进入 说明他们无法进入 接下来一切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路上遍体二星怪 走到秘境终点 哪有那么容易 小心 他追来了 快枪手 一枪十六发 三秒真难刃 快枪手 一枪十六发 三秒真难刃 不行 我的子弹无法 直接射开二星怪 我来 大帝之母 杀化 洛洛 还得是你 法师执意 就是强 迅速离开这里 我现在也只能 暂时困住这畜生 延缓他的行动 是赵露他们 他们遇到的是 二星独角猎狼兽 苏晨 是你 你一个无职业者 竟然还活着 扶他不说 扣走运的 不要打理他 和他们分开走 露露 我明白 我们走这边 免得被他们连累了 苏晨 别怪我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你不要凑过来 也不要跟着我 我不会带着你 更不会救你的 谁让他救了 这娘们脸真大 就是 我一个女人 都看不过去了 这女人真蠢 有眼无珠 表里表气 简直和我以前 一模一样 真不知道 苏晨哥哥 看见他哪了 他给苏晨哥哥 提鞋的不配 好家伙 你舔起苏晨了 连自己都骂 骂他好气啊 我去杀几个 二星怪节级气 岂止不能浪费了 太强了 苏晨哥真的是无职业者吗 我越来越看不明白了 我也看不明白 但苏晨确实是无职业者 什么情况 这是二星环 苏晨哥 你已经是准二星了 再进一步 就是二星职业者了 这么快就二星了 升级这么容易吗 容易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说升级容易的 升到一星相对来说 确实容易 因为觉醒职业后 职业者本身就有了 接近一星的实力 但是从一星开始 每升一星 都要跨越巨大的鸿沟 难度成千上万倍的增加 甚至大多数职业者 一辈子都升不到二星 而且从二星开始 职业者每升一级 都需要转职试炼 只有会淘汰 大量的职业者 转职试炼又是什么 苏晨哥 课本上都有讲 你们学吗 我考考你们 苏晨哥哥 这题我会 每种职业都有各一的星塔 职业者在破坚的时候 要去专门的星塔参加试炼 只有试炼成功 才算升线完整 算星塔凶险万分 每年不知道有多少天 才职业者死在里面 或者重生而出 职业道路彻底断送 这一道极大的门槛 拦住了无数职业者 高星级的职业者极其牺杀 苏晨之所以升级快 和他玉籍杀怪有关 还没到一星 就直接昏杀二星怪 其他职业者 一星杀二星 就是天方夜谭 升到二星 竟然还要去 对应职业的星塔试炼 那我一个无职业者 要去哪儿试炼 这个不知道 有没有无职业者 参加试炼的星塔 所有的星塔 都有职业划分 不是本职业 根本无法进入 没有星塔 是不是意味着 我不用失恋 就可以直接升星 这个不知道 也有可能无法升星了 走吧 再杀几个二星怪就知道 竟然有人 在和二星怪对战 这可不多见 二一千星 杀 可恶 我虽然能找到空隙 攻击到巨齿怪 但我刚入一星 境界太低 无法真正伤害到二星巨齿怪 啊 这谁呀 打和二星怪战斗 女神你都不认识 她是第一学院 第一天教 立双岩 也是三院第一天教 立双岩的职业是暗影刺客 这是一种超强的战斗职业 人族有一位九星之主 就是这个职业 立双岩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不会是第一天教 竟然能和二星怪打平手 谁说不如她 打平手算什么 我苏可能秒杀二星怪 进来之前没少喝吧 几个菜啊 就敢说这话 笑死我了 秒杀二星怪 我看她是疯了吧 疯不疯 不知道 如小哥所说 肯定喝大了 你们这些人 自己不行 就以为别人也不行 眼界太小了 苏哥 要不要人钱 陷胜一把 打他们脸 哎 低调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吧 敢说我不想 我消火火事 第三学院第一天教 我的实力 仅次于李双岩 我面对二星怪 也只能做到全身而退 你说她能击败 简直是天方夜谭 她要是能击败 我管她叫爸爸 闭嘴 你又是谁 爱你什么事 不许跟我抢爸爸 什么个意思 谁他妈和你抢爸爸 我看你是疯了吧 仲宇 别胡说八道 我不当他爸爸 小子 算你实相 这不是占我便宜吗 就是 我先下头难 我管你叫爸爸 还占你便宜 你 你们 记得我肝疼 今天我非得教训 教训你们不可 所有人 又有新的巨石怪来袭 立即朝着终点撤退 快 两头二星怪 你说爷爷坚持不了多久 畜生 给我停下 可以 不好 只来给我一只二星怪 这下麻烦了 小子 算你所欲 要不是二星怪来袭 你现在已经趴这儿了 我回头再找你算账 快新怪冲过来了 赶紧走 诸位同学 蛮中前辈的巨石怪 不然让他冲进普通学园之中 后果不堪设想 小火火 叫你呢 你给我闭嘴 立双眼 实力竟在你之下的第三学园 第一天叫小火火在这里 他说 他可以阻拦二星怪 我 实力竟在你之下的第三学园 第一天叫小火火在这里 他说 他可以阻拦二星怪 素承 你大爷的 我什么时候说了 让你装逼 让你装个够 小火火 你把我阻拦一下 那只巨石怪 我急着整只 马上过来 我 我不 小火火 不会是害怕了不敢吧 谁冲我怕了 老子是第三学院第一天叫 我为第三学院代言 等一只二星怪还犯在那 杀 二星怪太可怕了 废狐狗 一个无名小子也敢看不起我 现在就看你怎么被二星怪撕碎 不开 向我这边跑 我来救你 太子俊 刚才弄起只记载叙利一拳 正好还够一记 哈哈哈哈 我看见啥 我看见了一个傻叉主动的二星出手了 你以为你是李双岩啊 太鲁莽了 二星怪可不是普通学员可以抗衡 你是啥啊 你全把军事怪护成了李佩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全以为我李双岩三怨无敌 没想到有人比我还勇猛 这是谁的学员 这是 不是 宗臣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事 这酸爽的感觉 我应该是撑到二星了 没想到伤二星竟然会头疼 脑袋像是裂开一样 二星 真的没进入星塔就突破二星了 宗哥这是天下独一份了 宗臣这个无知也者本来就是天下独一份 不进星塔也不奇怪 好消息是 我生星不用进星塔 坏消息是别人生的二星都是实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我竟然没有任何变化 除了头痛淤裂 你叫什么名字 一拳秒杀二星怪 这等实力 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你 你是什么职业的 苏臣 无职业者 嗯 无职业者 算了 你不愿意说我不勉强 毕竟我们彼此是竞争关系 苏臣 你是我李双眼 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手 我们就比比看 我可不会输给你 真想和你比啊 我实话实说你不信 天交的想法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吗 我们也走吧 嗯 现在尾了 尽快离开这里 啊 你怎么还没走 我 我想和你们一起走 现在唯有待在这苏臣身边最安全 这颗大腿无论如何也要暴咒 给我个带你的理由 我小火火飘零半生 只恨未逢明主 如若不弃 果愿败为义父 啊 嘿 你的娘还真是个天才 快到终点了 按照攻略上所说 前面的青铜门里面 就有出去的传送阵 有些不对劲 怎么这么多人 骑在这里不进青铜门 现在什么情况 雷哥 青铜门需要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现在我们进退两难 刚刚联合起来才打退了几只二星怪的进攻 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苏哥 接下来看你的了 不好 二星怪都不好 二星怪都不好 铁阵 前面的同学顶部 都让开 我是退皮 让我去后面 放开 别挡着我们的路 给老子去前面 你们要干什么 我李灵霄是快枪手 我这种高攻低防的职业要站在后面 我管你是什么职业 我们第三学院站在里面 你们第二学院在外面扛怪 可恶 这第三学院不敢欺负第一学院 就来欺负我们第二学院 这次的二星怪还比刚才多很多 这不是让我们送死吗 这位同学 我是少路 职业是高贵的法师 第二学院第一天教 给我个面子 别别别 我十号也是第三学院第二天教 你在我这里没面子 第三学院实力比你们第二学院强 让你们干啥就干啥 十号是吧 我击下你了 让一下 让我过去 是苏臣他们 这几人竟然没死呢 没听见老子说话是吧 第二学院的学员 都给我去外面 让开 我去为大家打开青铜门 哈哈哈哈 你他妈的在逗我吗 青铜门要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 现在我们所有的希望 都在三院第一天教李双岩身上 我们大家都在等李双岩顺利升级 你算什么东西 你要是能打开 管你叫爸爸 你们第三学院 这么爱叫人爸爸吗 第二学院的垃圾 你敢嘲讽我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平庸之辈 在我等天教面前 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 呀喜得嘞 嘴巴这么臭 这苏臣自己什么档次不知道吗 难道是他追求靠近过我 让他产生错误的自信了 你找死 老子今天把你脑袋 塞屁股里面去 哼 这人就活该被打死 给我滚竹子 谁他娘的敢打我 十号 胆肥了 不认识我了 我哥 怎么是你 是第三学院第一天叫萧火火 据说他的实力 仅在理双眼之下 谁让你对他出手的 我一个大批刀子呼死你 我哥 这小子就是第二学院的废物 他竟敢让我管他叫爸爸 我不得弄死他 你也配叫他爸爸 啊 我不配 鲁鲁 这萧火火怎么帮我们第二学院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只有这一种可能 这里也只有陆鲁你 能让萧火火这种天骄给面子了 哼 我这么处理你还满意吗 满意 我哥 你太客气了 我代表第二学院全体学员 感谢你 谁 他妈的问你们了 滚一边去 是 有什么不满的您说话 什么 萧火火对这废物的态度 怎么会如此恭敬 萧火火是吧 你的名字我也记下了 是李双岩未必会 楚穴叶不翻等排名前十的天骄 他们赶到 总算有些希望了 你们顶住 我去开青铜门 给我开 李双岩 快顶不住了 你那边如何 打不开 只有二星职业者才能打开此门 李双岩竟然也打不开 没有形态 怎么可能打得二星 这下彻底完了 最后的希望也没了 我来 你 你凑什么热闹 一边呆着去 我可以打开青铜门 你开什么开 你开玩笑吧 别捣乱 你没和我组队 能活着走到这里 你已经是其信了 苏晨 你说这话谁信呢 谁信你谁是大傻子 让开 我知道开门的咒语 咒语 胡说八道 打开青铜门 只有职业达到二星才行 哪有什么咒语 李灵霄是大傻笔 未必会是大狐狸 骂咪骂咪哄 除非我加持力量 太上老君 金金如力令 给我开 这家伙真的是在念咒语啊 好像在骂人吧 玩呢 这钥匙能推开就见鬼了 我开 这钥匙能开 我李灵霄直播倒立吃屎 什么 啥 这 真的开了 开 开了 他居然真的打开了二星秘境的大门 没感觉到他动用什么职业力量 难道真的是咒语的原因 二星 苏晨竟然达到了二星职业者 他是怎么做到的 是二星精英怪 二星精英怪将也出现了 这谁抵得住啊 快 快跑 进入青铜门 青铜门居然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子用咒语打开了 简直匪夷所思 走 赶紧进去 完成罗绍交代的任务 这是 人族 血实 可口 死去的美食积极在攻击我 二星boss 蜘蛛女王 Boss级别的怪物 一般只有三星隐身的中级副本才会出现啊 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会有Boss级别的怪物 来吧 让你出去我退 你 救命啊 美威呢 我以为要得救了 为小兜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毫无还手之力 我们死定了 所有人 必可退出去 出去了 二星快把门口堵住了 快去强杀蜘蛛女王试试 虚无 怎么可以反抗呢 你没事吧 二星boss的实力 完全无法反抗 它强过我们太多 冬天手段上说 有战斗的人族 有事都比较好的 快 所有人闪避 不要被蜘蛛女王的爪子碰到 快躲开 屁大点的地方往哪儿躲啊 把我们当什么 随意再杀的牛马吗 我是真的怒了 许你大爷的 不要正面对抗 就算二星职业者 也不可能是对手 哈哈哈 真是没有作为寻采的觉悟呢 还由主动冲上来的 什么 怎么会 不可思议 竟然伤到了蜘蛛女王 苏辰实力比我强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陆气质了 竟然是伤到了她的一只爪子 妈妈 攻击停止了 有人打断了蜘蛛女王的一只爪子 谁做到的 应该是李双岩吧 她刚才在和蜘蛛女王战斗 虚才大人了 不可饶恕 我的孩子们 去吧 保死你的吧 别了 李双岩 林河台铭的贤神的天骄 我们一起冲出去 没用的 能够独满了人心怪 这么冲出去 和找死没什么区别 那你等死好 等死还能晚点死 你这么冲出去 立刻就死了 都别吵了 我说两句 不必会 把慕容留恋的电话号码给我 你是不是有病 都什么时候了 还讲着这事 这就是私行转职任务 人人畏惧的boss吗 半刀斩 我想说的是 有点弱呢 哇 第四层亮了 不愧是人家的老婆呢 小灵灵 恭喜你神仙成功 重视接收为四星大刀主 快来 让我亲一下 喵喵喵 你是不是屁股痒了 是的呢 快来打人家屁一屁 人家想让你鞭策呢 懒得理你 我还要去替老师 给全校学员传授职业经验 老师也真是的 这种事情也让我来 我又不是导师 老婆 等等我吗 我和你一起去 快给我电话 我有大用 哼 有个屁的大用 你休想玷污我女神 不hone痴 我所以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